如今的中国足坛 规划球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规划球员能给国足带来多大的提升 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势力势必 不妨先来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 他们的规划球员是如何改变日本足球的 如今的日本足球已经连续20年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 流洋球员遍地 新兴层出不穷 已经迈入了世界二流强队的行列 但是历史上的日本足球却长期积贫积弱 不仅长期恐寒 甚至还被中国队一打一个折 一度患上了孔中阵 我们总是对扶不起的国足恨铁不成钢 在上个世纪的日本丑蜜眼里 日本队才是那个真正扶不起的二斗 从1954年开始 日本队在市域上逢寒必败 连续9次折疾市域赛 1994年更是遭遇黑色3分钟 最终以晋圣球劣势引恨出局 直到世纪末的1998年 日本队才第一次传国预选赛 避免了成为第一个从未进过世界杯的东道主的尴尬 在日本队打进这些世界杯的旅途中 一名名叫吕比虚的球员出场六次 打入三球 分别攻破了韩国 乌兹平克斯坦和阿联酋的球门 每一球都事关重要 而日本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首球 正是由吕比虚助攻中山雅史打入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瓦格纳·洛佩兹 一名出生于巴西的日本规划球员 日本与巴西之间的渊源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此时的巴西刚刚废除奴隶制 遍地的种植园非常缺乏劳动力 而当时的日本刚刚打完日俄战争 经济萧条 因此很多人愿意前往巴西闯荡 二战前也有超过15万日本人移民巴西 到今天 巴西的日本后裔已经超过了100万 也因为这层关系 日本一直对巴西规划并不抗拒 甚至早在1970年就诞生了第一位规划国家 出生于巴西的内尔松 在他20岁的时候移居日本 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日本度过 代表日本参加了46场国际比赛 退役后仍然在日本担任教练 并最终在日本并逝 除了内尔松 当时的日本规划球员并不少 但是他们的实力并不出众 入选国家队的也很少 真正改变日本足球发展的规划球员 要数上个世纪末的拉莫斯 出生于巴西里约州的拉莫斯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 非常热爱足球的拉莫斯 只能一边打工一边踢球 在竞争激烈的巴西联赛 他的天赋并不出众 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的话 他就会像成千上万的普通巴西人一样 在低级别联赛蹉头一身 直到20岁那年 他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邀请 事实上出到日本的拉莫斯 对这个国家并没有太多好感 他后来直言 只想在日本待个两三年 挣点钱就回巴西 我就是为钱而来 出来乍到的拉莫斯 的确踢得也不好 由于语言不通 当时作为中后卫的拉莫斯 失误频频 甚至经常与队友发生矛盾 机遇已久的拉莫斯 因为在比赛中参与斗欧 被竞赛一年 而正是这一年竞赛 让拉莫斯彻底蜕别 在这一年时间里 拉莫斯苦学日语 并且努力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度 改替中场的拉莫斯 解禁付出后的第一年 就拿下了联赛射手王和助攻王 整个职业生涯 拿下了七个日本顶级联赛冠军 13个杯赛冠军 和一个亚洲冠军 1990年 当时已经32岁的拉莫斯 历经不少波折 终于拿到了日本国籍 获得了代表日本出战的机会 1992年的亚洲杯 升披10号战袍的拉莫斯 以核心身份带领日本 盆起了冠军奖杯 这是日本足球第一个大赛冠军 拉开了日本足球辉煌的序幕 如今已经63岁的拉莫斯 依然留在日本担任足球教练 并且在这里娶妻生子 那个呆两年就走的计划 早已被抛到了脑后 2004年 日本队未免亚洲杯时 正中又出现了一名规划者 三都组 原名多斯桑托斯的三都组 代表了日本规划的新思路 购买强训 90年代初 当时的日本足协为了提升国家队的水平 培养一批认同日本文化的规划救援 从巴西引进的一批小筹员 希望他们在日本接受教育 认同日本文化 而三都组则这批出现中的佼佼者 1999年 22岁的三都组成为了 日本联赛史上最年轻的MVP 代表日本国家队出场 达到了82场 2010年 日本队再次出征世界杯 大名单中依然有一名规划球员 田中斗力王 他代表了日本规划的另一个思路 血缘规划 出生于巴西圣保留的田中斗力王 即使是巴西第三代日裔 他的父亲是日裔巴西人 因此他也有日本血统 14岁那年他选择回到日本发展 最终成为日本足球的新星 并且入选日本国家队征战世界杯 如今日本新一代规划球员正在展露头角 亚买加血统的前分 李母藏刚刚登陆欧洲 加盟比利时联赛 身高1米9号的尼利亚混血球员 三国肯尼迪 将极大改善日本对后方不足的弱点 法国血统的门将 山口刘依已经在世青赛展露头角 未来是国门的游历竞争者 可以看出在日本足球的发展历程中 规划球员的地位举重若倾 从最初的规划外援 到后期的买清 再到如今的混血球员遍地走 日本一直对规划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但是纵观日本的规划球员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就是对日本文化的认同 后期的混血球员自不必多提 前期规划的几名重要的外援 以日本足球史上最重要的规划球员 拉莫斯为例 20岁就来到日本的他在这里娶妻生子 也学会了熟练的日语 即使是这样 他也直到32岁才第一次代表日本队出战 退役后选择留在日本 拉莫斯的案例并不是个例 日本国家队历史上的外援 无一例外都对日本有非常深的文化认同 如今中国的规划大幕已经拉开 对于规划的争议也一直没断 我们不介意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黄皮肤 黑皮肤还是白皮肤 我们只希望升级中国队战袍的11个人 是因为认同中国文化而为战斗 而不仅仅是乌庸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